百家观赛团 无金贵黑材料被曝光 与无锡有关 中超客场不敌国安原因找到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北京国安10号的价值 法比奥没开二度 真的太出色了 其实生花运气好的话 这场可能就打平了 金户大战 国安2比1取得胜利 一场比赛今天的观赛人数 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了 5万2000多球迷到场观赛 这个就是金户得比的分量 没有第二个对抗有这份量的 其实下半场 转折点就是侯森红牌 红牌前生花几次进攻 非常有威胁 但是侯森红牌后 国安直接回收了 感觉生花就没有前场空间 一下不会进攻了 其实 希哲不用证明自己 他是国安的真正体现 除非某些人 想抹掉国安的真实属性 张希哲体现了 北京足球的真正的特质 技术足球 这就要体现 主教练的水平和能力 面对不同的球队 努力 力争何时取得进球 进球之后怎么做好防守 还是先做好防守 寻击获得进球 咱不是干这行的 但有一条原则 因人失策 田记赛马 不打无准备之仗 也不知道吴京贵 是不是老糊涂了 在比分落后 对方又少一人的情况下 居然把前场最有威胁的八所哥换下了 前三轮 我就说吴京贵不行 第十轮我就说 生花赛季进不了前四 泰山可能会夺冠 那个时候 泰山排名 大家可以去查查 一将无能 害死三军 侯森和韩佳琪 各有所长 侯森反应慢 但是防高空球好 韩佳琪反应快 但是情绪比较亢奋 有点小儿科 每场黄牌感觉都让人觉得可笑 生花有半小时 十一踢十 结果前十分钟 居然被国安控球 耍得团团转 中间十分钟 曹指导上了局面立马改观 但也没实质性威胁 后十分钟基本是国安 拖时间不怪对手 换生花也这样 多亿人应该换下的是 吴熙而不是巴索哥 吴金贵的昏招 本场比赛 生花踢得太乱了 同时 北京国安的外援 表现也真的让人惊叹不已 惊呼两个底蕴 深厚的顶级联赛球队球迷 可能掐几十年后磨合好了 不互相针对 很多国安的球迷 当时真担心被扳平 甚至反超 看到把巴索哥换下去了 感觉稳了 或许因为吴熙 踢的是养生足球 估计都没出汗 但是他动作花哨 教练喜欢 生花在北京主场 已经输了十多年了吧 本以为这次能改变一下 没想到 还是这种结果 国安今年的防守并不好 红牌后 又马上换下两个中场攻击手 但是 生花教练组 先犹豫不决 后换人失误 令球迷大失所望 国安终于有了黑又硬 法比奥 很好的战装中锋 有背身能力 有强点能力 身体杠杠硬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